一片中只要掌握这五点 萌新秒变大佬 拒绝痛苦二 第五 体力规划 优先角色等级和武器等级 之后再升级天赋 45级前 千万别碰剩一物 背包里有什么就用什么 第四 抽卡规划 看好了卡值 这个叫常驻 除任务和美约的星辰兑换外 千万别碰 反正早晚会歪到的 萌新开放期间原始紧张 踏踏实实过任务除大地 注意好元素搭配即可 操种子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在为了一些游戏理解后 再考虑抽卡 可以增加不少乐趣 避免不必要的花费 记住贴打的辅助流水的C 质爱党和科金党随意了 第三 资源规划 千万不要雨露均沾 先培养一直主C于一些性价比高的辅助 优先凑齐一对 像是火神班尼特 水是行秋 风是砂糖 雷神九七忍 厨子相邻 这些养大一定不亏 另外注意 81到90级会消耗大量资源 如无必要 可以优先将全队提升至81级 第二 必做内容 除主线剧情外 日常任务探索派遣 记性任务声望任务 征讨领域 陈歌湖 菜量质变仪 七声召唤 这些都要起的杠 别管他的奖励是什么 先拿好总会有用的 第一 地图探索 记得优先点亮神像和锚点 在拿取神多后一定要不要点 路上见到的资源通通带走 总有一天你会用到的 要是追究效率 也可以跟着妈妈弄攻略草 怎么样 学费了吗 下课